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英武妈妈健康屋,我是Susan 在影片开始之前,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可以打开CC字幕键 如果你使用手机观看视频,CC字幕键在视频的右上方 如果你使用电脑观看视频,CC字幕键在视频的右下方 打开字幕键,可以帮助理解视频的内容 在上期影片中,我们讲解了熬童是否可以生酮饮食的问题 本期视频我们要讲解熬童可以做间歇性断食吗 伯克医生说,熬童绝对是可以做间歇性断食的 尤其是对于体重过重的熬童 如果熬童体重过重,间歇性断食是非常强大有效的减肥方法 首先每天吃三餐,两餐中间不要吃零食 接下来可以慢慢减少到每天吃两餐不吃零食 一定要确保每一餐都含丰富营养的食物 这跟卡路里没有关系,而是要摄取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 熬童可以吃大量的蔬菜或者沙拉 水果的话可以吃像树莓、蓝莓、草莓、黑莓一类的酱果 不要吃其他的水果,因为其他的水果有太多的糖分 伯克医生不建议熬童每天只吃一餐 至少要保证两餐,除非这个熬童过度严重肥胖 对于青少年,伯克医生还建议补充维生素营养品 因为很多青少年的饮食中并没有全面的营养素 那么对于比较瘦的熬童 而且这些熬童参加很多的运动 那么伯克医生建议是一日三餐 因为这些熬童的新陈代谢非常的快 所以伯克医生还建议在饮食中加入黄油、红薯 就是在红薯中加入黄油、野生稻米、豆类、发芽面包 也叫乙烯结面包 这是一种发芽面包 是由各种已经开始发芽的全穀物和豆类制成的 与精致小麦粉制成的白面包相比 乙烯结面包的营养和纤维含量要丰富得多 发芽面包对于糖药病患者也是非常有益处的 这些面包不是面粉做的 而是用已经开始发芽的全穀物制作的 因此血糖反应比较低 好了 如果本期视频内容有帮助到你 请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 和鹦鹉妈妈一起变得更加健康更加美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再见